广东南篮险胜天津,原因揭晓,球迷揭开扎心内幕 杜丰早就看穿了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有的球迷说,本场比赛 广东队也吃了一餐,裁判这碗饺子 本土球员得分,广东比天津多了30分 可见天津主要是靠外援打球 至于裁判的判罚,一般是主场占优势 而本场比赛,是天津主场,说裁判偏向站不住脚 这场球如果没有周琪,早就输了 以前没有阿联,还能赢球 现在没有周琪,估计人见人欺 指望那几个年轻球员,真的太难了 天津打法,是真的克广东南篮 这个大卫詹姆斯,真的好用 马上是真拉胯,可以换了 马上真不行了,现在还是继前赛上半期 马上体力都差到这种程度 不用包夹,都可以防到他场均个位数得分 打一个天津,都陷了原形 进入季后赛,那更打不了 换马上吧,红远队真的需要一个大外援 现在的马上,真的有点像一句歌词 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 快点把马上裁了,打球慢悠悠的,状态全无 投篮投不进,防守不积极,只会拖球队后腿 建议球队领导层明察,当机立断,把他给裁了 再留着他今年争冠又没戏了 再牵一强力外援就完美了 周琦在国内赛场真是无解的存在 并不是周琦统治力太强 是中国篮球队员太弱了 作为中立球迷 笔者觉得比赛输了不要老是抱怨裁判 应该从自身上找不足 不要老是想着裁判应该对我们有利才对 最后47秒就算裁判判周琦进攻犯规 那也不是决定比赛的转折点 因为时间还有47秒 不是4.7秒 杜润旺和张浩佳都是投手 可是却变成了拿球不敢投 灾难啊 张浩佳打的什么篮球 两、三年了 还是那个二愣子 一动慢,防守跟不上 对抗能力差,一个年轻的大个子 篮板能力还不如老麦的二飞 运动战几乎进不了球 定点三分时有时无 杜峰似乎还挺信任他的 给他的上场时间还挺长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